沈慶經好賭成名傳出他在澳門 極欠博益大亨洗米華六十億 但臺灣人在澳門 輸一屁股的還有一位 古先生 澳門新豪博雅公司跨海提告追債 北市一名男子古正輝 在當地惹出大麻煩 不只沒有發財致富 還被求償十三億 古新男子二零一九年 先生申請了一億元的信貸額度 同時寫申請表把額度提高 最後拿到三億元的港幣 當作籌碼去博益 也約定好說如果余期的話 要付三倍利息 沒有想到最後卻賴帳落跑 如常不得已話還提告 員工出庭作證說古正輝 是公司最高級的VVIP客戶 但擔心影響手氣 不喜歡再奢賬本簽名 起初有還最後卻欠到十三億 而古正輝的委任律師則主張 沒有拿到現金 而是給籌碼去博益 既然不是借真錢去賭博 就不是借款所以不用還 但這說法完全不備 法官才信 但是在法律上面 不管他是拿到籌碼 或者是拿到現金 他都因為已經向澳門賭場 來做借款 而且也有簽立借款的合約 並且也有開立這個支票 所以法院會認為 其實這個澳門賭場 都是依照當地合法可以賭博 而且也合法可以借款 網路搜尋以古正輝為名的 在士林區坐有兩間投資公司 但我們實際到現場 卻發現人去樓空 加上他跟臺灣賭神小谷同信 傳出他曾胡加虎威 讓真小谷氣的拿出護照澄清 試圖誠信 基欠星豪公司天價十三億 在當地官司也敗訴 現在古正輝人在哪裡 恐怕黑白兩道都在墜氣 三億新聞 陳祥 新疑 臺北相報報導